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个事情我们请来了刘晓飞先生 对两个大国到沙特去访问 受到的待遇分别是不一样 这个事情做一个分析 国家元首访问的时候 对方派战斗机进行护航这个领域是比较普遍的 只不过这次我听了传闻 那没有核实 说那四架台风战斗机里边 那个领队掌机是一个亲王在那飞 是个少将 然后这个战斗机离开之后 换了是沙特之鹰空中表演队的七架飞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我觉得 一方面可能是中阿峰会这个事 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沙特阿拉伯这个事 本身对中阿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他们也是很期待的 说老实话 人家美国好像和沙特之间的 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 他也有联系 当然中国也有 那么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中国呢 因为我觉得美国跟沙特的关系一直是沙特阿拉伯 还有很多阿拉伯的核心外交关系 不管美沙关系最近怎么吵 吵架事最近是不吵了 但至今仍然是沙特的对外核心 这点是咋是改不了的 但是这个核心的位置是最近不太稳定 然后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 一直围绕着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的打架 他们在打架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把沙特等阿拉伯家 形成了左右的摇摆 刚开始你看特朗普在位的时候 就是要搞一个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等国阿联酋 都算上捏的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联盟 一起对付伊朗 等拜登一上来之后 这拜登态度就变了 就开始不太重视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了 那么阿拉伯家本来就不太满意 但像历史上来看 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不能算反美吧 但是起码对美国也不是很看得起 因为你是一个新兴帝国 你不是老牌帝国 我阿拉伯人过去辉煌的时候 是什么水平 想当年西到西班牙 东到印度全是我的 那我过去辉煌过 英国 法国 老牌 欧洲国家还有点外头底润 我尊重你一下 你美国是个新兴的小伙子 其实对美国就不是情感上特别看得上 这样的话 美国政府对沙特王室是非常不礼貌 不尊重 这也影响了沙特王室的诺务 对 所以这次看王楚还说了句话 就是在人访问之前说句话 我不在乎拜登怎么看我 因为当时拜登在沙特王室面前 几乎是指着鼻子骂了 就是你干的 所以这次王室说了 我才不在乎你怎么说我呢 比如说现在给中国这么高的一个领域 是给美国一个提醒 我们是有安全需求 但这个安全需求 可能不见得只来自你美国了 珠海航展转一圈 你美国不卖的 我全买得着 天天嚷着 我们可能要买东风21 这玩意你美国卖吧 你美国也不卖 美国不可能把这些常设成的 或者有战略性质的武器 提供给阿拉伯国家 凡是阿拉伯国家 都是提供了一些战术性的 或者让你们互相打的这些武器 他绝不会允许 对 关键是以色列 这个东西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讲 其实你不是在战略上支持 你是在利用而已 制约和利用 所以阿拉伯现在也很明白 再加上经贸关系这一块 一方面这次石油 中沙石油 更多是人民币交易了 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是个打击 另外就是沙特很久以前就说过 希望在中国建一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这个油是我存在这 暂时你要用你可以用 所以这对中国其实都是很有好处的 沙特阿拉伯这帮人可不笨 就像很多高层领导人 他们其实是很有外交政治智慧的 阿拉伯领导人其实是很聪明 跟我们很多人传说的并不相同 我们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所有国家都很好 而沙特又看出了这一点 他认为和中国的这种关系 那才是一个战略的关系 那才是一个兄弟的关系 所以中阿两方的关系发展 既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也对双方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所以沙特阿拉伯这样做 我觉得他就做对了 好 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访问面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